想请教一下教授啊 现在美国算还没有动俄罗斯央行的储备 但您觉得先动寡头的资产 是不是在进行一个试探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毫无正当性 也没有法律基础啊 他是没收了540万美元啊 那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犯了什么罪了啊 我们如果要在法律上比较讲究一点 就是说他把这个钱没收 然后就进入了美国的国库嘛 对不对 然后美国再用援助乌克兰的名义 再用同样比例的资金 另立科目来援助乌克兰 可是你不能够直接一对一的说 我没收了这个540万 我就直接转到乌克兰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啦 美国如果要这样乱搞啊 那你最好去注意看 美国人是不是在俄罗斯都已经完全没有资产 不然俄罗斯现在可能就开始 清点看有没有美国人在俄罗斯还有资产 他就立即给你没收 我现在讲的是个人跟公司资产啊 我不是在讲政府 你如果这样干 那人家肯定不要跟这个国家发生任何关系嘛 不然我也可以来没收你的资产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搞法真的是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啦 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有3000亿是美元吧 就已经被美国冻结了嘛 我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想 怎么去帮乌克兰筹建2 因为这个重建基金坦白说 根本没有来源 那美国也不可能帮你去特别编一个预算 乌克兰需要的重建基金 一般估计至少要5000亿到6000亿美元 乌克兰它的GDP 现在可能只有1200亿 所以美国一定是想到了这个炒结境 就直接把俄罗斯的钱给你 就这样 这个历史上我们讲那个战争 比如说战败 战败之后才有赔偿 比如说德国跟日本都有做一定的赔偿 那前提是他必须战败 俄罗斯没有战败 你就想要对俄罗斯个人公司 来自政府的美元资产来做 这种非法的处理 这个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你几乎可以去想 美国如果跟某个国家敌对 那他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就那个国家并没有战败 那以后所有跟美国敌对的政府 都要有这个忧虑啊 甚至包括中国在内 所有手上现在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 都要赶快做避险处理 中国大陆我跟你讲 政府的部分不断的减持美债 现在美债大概只剩下8700亿了 可是中国的公司 还有中国的地方政府 持有的美元资产估计啊 应该还有两兆多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的美元资产 一般大家估计大概有3兆3千亿左右 是仅次于日本 日本是最高的 日本大概有6兆多 沙特的皇室啊 一般估计也是两三兆 那你去想一想 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还有中东的有钱人 谁还敢把钱放在 美国的金融机构啊 那个李家超 不是刚去跟沙特见面吗 是 然后香港证交所跟沙特的证交所 签备忘录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是香港的超级大力多啊 没错 因为这个一定会牵涉到 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交易啊 是不是有部分的 在香港的资产可以用人民币交易 中东的这些土豪们啊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把手上的美元啊 开始做避险嘛 把部分的美元资产开始卖掉啊 开始改买人民币的资产啊 那可能是香港的资产啊 类似这样 那香港有很多资产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用数位人民币来购买 所以这个一定会造成 这个美元资产本身的 开始做出避险的一个外移啊 那美国自己造成的嘛